也是正式的讲今天的大学了 今天呢是第十讲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首先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 纽约大学的地理位置 它是在纽约 New York City 纽约呢是在这个纽约州 然后呢它是它是一个 美国最大的城市 它也是这个世界第九大城市 那么它距离波士顿呢 就是开车大概五个多小时 当然它也有那个火车 就是Northeastern Train 然后纽约的州府呢是在Albany 从这上去也是需要五个多小时 那再往下就是费城 开车大概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 所以纽约是个港口城市 它的交通非常便利 那我们说到纽约城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包括了五个区 叫做Borough 它这个Borough的概念呢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行政上的County 或者是郡对吧 或者是县 就它有五个Borough 每个Borough都相当于我们 就像King County这样一样的行政权利 是独立的 在这个New York City里面呢 这五个Borough 首先包括比如说北边的这个叫Brunks 布朗克斯 然后中心呢它叫做曼哈顿 是曼哈顿 它是核心的这个区 隔着这个东河 就是East River这边呢 还有叫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 以及这个Queens 就是皇后区 以及下面的这个Staten Island 也就是说呢 纽约 当我们讲到New York City 它叫做Metropolitan Area 就是大都会城市 大都会地区 像包括了这五个Borough 我们通常以为 这个曼哈顿呢 实际上它是这个核心的 核心的这个都会的城区 那整个纽约 New York City呢 它是由根据 Sense 2020 就是2020年的统计数据 是有870多万人口 那么这个曼哈顿 这个城市呢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都会 它是非常繁华的地方 然后这个从东到西呢 它有这个叫做大道 就是Avenue 然后从南到北呢 它是叫做Street 就是从这个 比如说一街 一直排到上面 240多街 当然在下面还有 我们待会再讲 它是有一些那个 没有排上好的街 所以按照城市规划呢 它分为这个 叫Up Town Up Town是从 就是上城 它是从这个59街 往上的 也就是涵盖了这个 中央公园以上的这边 叫Up Town 那Up East Up West 都是非常有钱 有这个 有文化的地方 比如像那个 在这个中央棍的这个东边 有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然后在这个Upper West这边 有这个林肯艺术厅啊 还有什么 卡尼基音乐呀 这些啊 当然了这个 这地方房地产也是最贵的 那么中城呢 也就是从这个 14街到59街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商业的地区 就是 在这商业地区 它这个地方就主要包括了 文化商业 像百老汇 对吧 就是那些剧院 都是在这个中城的地带 包括像这个 洛克菲勒 Center 还有包括United Nations 包括这个 UN的总部哈 以及这个 最有名的 Amper Steel Building 就是帝国大厦 都是在中城这个地方 那么下城呢 就是在这个 14街以下 也就是 我们的 NYU 纽约大学呢 就是在 它这个下城的地方 NYU就是在这个 14街 以及往下 叫Hudson Street 就再往下 到了一街以下 这很多地方 就不排号了 这是它的一个 周边的位置 那么具体看呢 就是纽约大学呢 它是 它是个开放型大学 就是没有城墙 它完全跟 周边的这个 城区 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它具体位置 就是在 在这个地方 在Greenwich Village 这个非常 时髦的 就是很多年轻人 和艺术家的地方 SOHO 对吧 大家非常熟悉的SOHO 这边叫 麦哈顿下城 像这个Tribeka 这边都是 有很多这个Club 什么酒吧 那些地方 包括 Canel Street 中国城 再往下呢 大概 从纽约大学 这边的 叫Washington Square 驱车 十多分钟 就到了 金融中心 比如像这边 有纽交所 有这个 它的政府 就是纽约 纽约的市政府 是在这个地方 下城的地方 然后呢 过这个桥 就可以到了布鲁克林区 那纽约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工程院 就叫 Tandon Engineering School 它的蛋顿工学院 就是在这个布鲁克林区 包括这个新兴的 叫做布鲁克林科技三角区 就是一个新兴的地区 那么从曼哈顿连接这个 到 到这个 到这个布鲁克林和Quins呢 有三座桥 就是 Brooklyn Bridge Brooklyn Bridge Mindhattan Bridge 和这个Williamsburg Bridge 俗称叫BMW 三座桥 这个纽约大学呢 具体的就是 它是从 它是手综合性的大学 非常有名的这样 Sterns商学院 和这个 Sternhard教育研究 本科学院 以及像什么 法学院呢 和这些研究院 都是集中在 这个Washington Square的附近 整个这一片 大概 从这个 从这个 下面是Hudson 到那个上面的14届 然后 东边是从这个 叫 白老汇 一直到 西边的这个 第六大道 就整个这一片 都是它的 分散的教室 城区 那么首先呢 我们讲这个纽约 它这个周边 我们刚才讲到 它就是 纽约大学实际上 跟这个金融区 结合非常紧密 然后 这一部分的金融区呢 就是大多数的 主要的金融公司 都在这个华尔街 和曼哈顿的金融区 知名的公司 像这个高盛 摩根斯特林 摩根大同 这些德制银行 花旗银行 都在这边 是有总部 然后当然了 它还包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叫 Federal Reserve Bank 也就是 of New York 这个就是 美联储 美联储在 纽约这个区的 总部 就在 在这个 下城这个地方 当然了 美联储 它一共在全美 分了12个区 那我们 是属于 这个第12区的 我们区的 这个总部 是在三番了 然后 这个美联储呢 它当然就是 包括那个货币政策 金融监管 以及在这个 整个金融市场的 保持它的稳定和安全 以及 为这个美国政府 提供金融服务 所以这是一个 美国的金融核心地段 那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呢 是世界文明的博物馆 它是 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 它馆内珍藏了 人类历史发展 文明发展 五千年以来的 很多艺术作品 它永久性收藏 包括了两百多万 分为17个策展部 实际上它是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这个 就是MET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它的这个馆的馆址呢 是在这边 就是86街呀 5th Avenue 在中央公园的旁边 它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MET修道院 也就是研究一些这个 欧洲中世纪的 艺术建筑的 像比如像罗马时期 和哥特时区的建筑的 这个叫做 大都会修道院的 这么一个地方呢 它是在叫做 Washington Heights 也是在曼哈顿的 很靠上面 很靠北边的地方 那在这个MET里面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 艺术展览呢 包括从这个埃及的 罗马的到这个欧洲的 当然有中国的一些 一些那个非常好的 瓷器的展览 以及到现代的 作品都有 那纽约呢 它是叫做艺术制度 包括 Up West 就是在 上西区吧 Upper West那地区的 有林肯艺术表演中心 卡内基音乐厅 以及这个是在 上下中城地区的一个 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非常有名的 现代艺术博物馆 以及著名的 朱利亚音乐学院 这是在 靠近这个 林肯艺术表演的地方 当然它也有这个 有各种各样的 乐器音乐和这个 戏剧和芭蕾 这样的一个 综合的艺术学院 那纽约也是时尚制度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纽约的分布 它从这个东到西 有这个Avenue FIRST 一直到TWOF 有12条大道 这个呢 是Fashion Fashion Avenue 实际上是 是在那个 第五大道 那它在历史上 就是这个地方 叫做 Garman District 有一个雕像 就标志着 那时候 在这个 1929年时候 非常兴盛的 服装啊 纺织 就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呢 纽约仍然是 这个叫 时尚制度 就是有它的Fashion 味道 当然了 提到纽约 肯定要提白老汇 对吧 白老汇是 美国的这个 音乐季戏剧的 最流行 最受欢迎的 可以说是 一些巅峰之作吧 其实白老汇呢 它就说 有41个剧院 那真正称为 白老汇剧院呢 它就说都是 分布在这些地方吧 比如像 41街 直到56街 在这个6到8 Avenue之间 当然是Broadway 是横穿了 非常霸道地横穿了 这个 876 整个的这个Avenue 所以就说 给个小城市 就是白老汇 叫Broadway 收的那些剧院呢 它是500个座位 以上的 如果是 100到499 这样的叫做 Off Broadway 就是说 小型的剧院 那还有一种叫 Off Broadway 就是在 比如说 99不到100个座位 的这样的小剧院 也就是说 在纽约 有很多种的 这个 音乐剧 不光是 白老汇音乐剧 那么现在呢 就是终于看到 今年就有 这个开放了 因为以前 去年整个叫 关闭了 Covid 今年终于 有一些开放了 然后像这个 经久不衰的 狮子王 Lion King 像这个Wicked 这些时候 都有 都有开始在 网上订票了 包括这个 就是 2019年 频出的 最火热 最劲爆的 十大 白老汇音乐剧 就希望今年 开始 去纽约旅游的朋友们 就可以看到这些剧 当然还有 最经典的 割据魅影 那纽约呢 是世界之独 也就说 联合国总部 在纽约 这联合国总部呢 它是 它是在这个 在这个中城 也就42街 和这个 First Avenue 第一马路的 这个地方 联合国的总部大厦 就是 这是联合国的宗旨 除了在纽约 总部在纽约之外呢 联合国在 日内瓦 在 纽约 在维也纳 和这个海牙地区 也都有它的 主要办公室 到现在为止 联合国有 193个成员国 和两个观察员 这是联合国大厦的照片 这是它里面挂的 是第一面 联合国旗 这是我们去参观手 拍的 它这个 它是会议厅的指示 以及外面一个 象征着地球的 这个globe 纽约呢 还是东海岸的 新兴的科技制度 因为这个融资便利的关系吧 所以它叫做 全球融资 排名第二 然后呢 这个早期的这些 startup 早期阶段投资数量 排名全世界 是排名第二 仅次于硅谷 那么在这个 这些寸金寸土的 曼哈顿地区呢 有著名的高科技公司 都在这里 来增加它的 房地产的这个增幅 两百多个新型的 合租办公室 就是最近年来 非常什么 叫co-working spaces 两百多个新型的 合租办公室 给创业公司提供的 都在这个 曼哈顿和这个 Brooklyn地区 这一只表格呢 就给大家看到 说是在东岸 在东岸这个 主要的新型城市里面 投资在纽约投资的 这个VC 就是风险投资 高于波士顿地区 然后呢 高于其他几个 重要的城市 像华盛帝西啊 费城啊 亚特兰大 纽约实际上是排名 就是从这个 2006年开始 一直到这个十多年 纽约是排在第一位的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介绍 纽约大学的 大学的成立 纽约大学的建立呢 是由这位 著名的政治学家 他叫Albert Gallatin 然后这位啊 加勒廷先生 他实际上是 是在这个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 叫Thomas Jefferson 和第四任总统 James Madison 这任期期间呢 他都是担任 财政部长的 他 他由他这个 领导创立的 这个纽约大学的 筹备委员会呢 他就提出了设想 他说这个 因为纽约是个 蓬勃发展的城市 所以他希望建立一所 适合所有人 并且能够面向 所有人开放的 既有理性 又有实用性 教育的体系 就这是纽约的 建校宗旨 那么在1832年的时候呢 那文理学院 是最开始 就是开课了 它是在 麦哈顿的下城 也就是市政厅的旁边 开始就开课了 然后三年后 搬到了 华盛顿广场 就是Washington Square 那当时那里 还是一片农田包围 这个地方 在建校的 190年中呢 纽约大学 已经从第一学期 只有158名学生的 那种小型的情况 发展到今天 在麦哈顿 有五个主要的中心 和分校 在全球 各个州 分遍布的学生 有超过五万名 五名多名学生 NYU呢 是美国最大的 私立学校 它也是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性的大学 在纽约 阿布扎比 上海 都有这个 授取学位的校园 在超过 25个国家地区 设有11个 全球的学术中心 和研究中心 而在纽约 纽约这个地方呢 有18个 本科和研究生校园 而纽约大学 还是纽约市的 最大雇主之一 那这个就是 纽约大学一些 2020年的 基本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 私立大学 本科生呢 有两万六千多名 那两万六千多名 当名的研究生呢 对比我们前几周讲的 就是像 UC Berkeley UCLA 他们也就是 三万一千多名 包括我们华大 就是 我们华大 三万两千多名 就是 所以说 他本科生是 是很接近 这些大型的 公立学校了 我们前面也讲 私立学校 包括这些文理学院 和我们上周讲的 就是 Conner 也都是几千这样的 然后他研究生 是非常庞大的 两万五千多名 那么 两万五千多名 就他 他这个研究生的数量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所有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些 大学的研究生的数量 那整个 加起来 五万两千多名的学生 这也是 整个超过了 这个 UCLA UC Berkeley 的 总的学生的数量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在 纽约的 本科的 这十八个学院 简单介绍一下 有这个文理学院 他包括了本科研究生院 有这个叫 Sternsham学院 也是从本科 NBA 直到博士 都有这个 学位 包括这个 Standhart 文化教育 人类发展学院 这也是本科到 到PhD 都有的 这么一个学院 他也是 这个 西方 也就是 最老的一个 开展 那个 怎么说呢 像 师范 教育的 这样一个学院 还有就是 Pandent工程学院 Teach 艺术学院 这个 我们后面都会详细 就是介绍 它包括这个叫做 独立学习的学院 就是 学生可以自己选 选择自己的 学习项目 他也授予 这个本科 和这个 硕士的学位 还有这个 数学院 这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 数学研究学院 有本科 和这个 硕士和博士 就所有的这些 学院的数学科 都是由这个 学院来教的 他也 他也有 这个计算机科学 当然了 这个 丹顿站 也有计算机科学 这个是 Washington Square 这个就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 李安导演 他是 Teach 这个 艺术学院的 电影学院 毕业的 这个是 Sternsang学院的 这个楼 他们 这些楼 都是围在 Washington Square 附近 这个 他是在 布鲁克林的 那个地方的 就是不在 曼哈顿上面 这是他的 工程学院 那么还有一些呢 像这个 研究生院 像艺术学院 还有这个 很多这个 护理的 医学的 像 长岛医学院 牙医学院 国际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院 就是这些都是属于研究生级别的学院 还有像这个 古代世界研究所 就像这个艺术学院和这样的学院 其实他们直接就业的方向 像大都会博物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直接就业 或者说是实习的地方 当然还有法学院 公共卫生 公共服务研究生院 还有就是职业研究院 包括像这个 房地产的研究啊 国际的研究啊 以及这个 旅游啊和这个 旅游业的研究 还有就是一个 有一个社工学院 这是他的医学院 这是文理学院上课的情况 这是学校的活动 那么纽约大学 他还有海外的分校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 像这个 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的 这个纽约的分校 他实际上是 就是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从迪拜驱车一个半小时 就是迪拜往南 他是现在一个港口地区 在阿联酋的这个地方 他是中东地区 由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 在国外运营的 第一个这个综合性的文理学院 他有这个本科学位 也有研究生学位 还有这种跨学科的 一些minor的学位 然后呢 他甚至有博士学位 就是纽约的艺术和科学研究生院 和这个丹顿工程学院合作的 全球的11个博士项目 学生是大概500多名学生 这是学习的领域 25个学习领域 然后呢小班教学 就是每个班大概14名学生 学生来自112个国家 这个是在上海的纽约 NYU上海 它是在 它是它只有这个本科的学位 在上海的浦东新区 它提供的是本科人文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和数学方面的一些通识教育 然后呢 在NYU上海的学生呢 它的要求说 就是一个学生在本科上四年嘛 就等于说是八个学期 那其中五个学期至少要留在上海学习 然后有一个学期呢 是要在纽约的纽约大学的整个全球网络里面学习 这是它的这个本科教育的一个设计 有一千六百多名学生 有十九个领域的学习 然后十字比例 学生是和老师六比一 然后学生来自七十多个国家 就即便是今年就是我知道的学生 美国学生也有录取到这个NYU上海的 所以这个学校也是非常新兴的 然后受欢迎的一个学校 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大学申请 和录取的主要时间表 NYU的申请呢 分了三种 第一种叫ED1 就是早决定 要求学生在这个12年级的秋季学期的11月份 11月1号就要把全部材料都交上去 那这个呢就是包括 比如说如果申请像TISH这样 艺术学院呢 一定要把这些相应的材料 都要在这个时间完成了 然后他通知就是12月15就发录取通知 还有ED2 就是在1月1号的时候呢 也可以是 大家知道这个ED 我们前面都讲过 这个ED和RD的区别了 就是ED它一定是banding的 学生家长和这个高中的counselor 都要签合同说 我们就申请这一所申请了 一定要去的 这叫做legally banding的 就是在早申请阶段 当然了早申请 也可以申请其他一些普通的学校呢 我们在前期讲中也介绍过 今天因为内容挺多的 就不再详细的去区分这个EDEA和RD了 RD呢就是正常的申请 它的截止 材料递交截止日期是1月5号 然后呢 他这个录取放榜是在4月1号 学生的回复呢 是在5月1号 那如果是ED的话 基本上 你接到这个通知 说录取了两周之内 肯定交给学校答复 他就说 然后就可以要把 要求把其他学校的申请材料都撤回 那纽约大学呢 他对这个转学分呢 和AP学分的接受是非常宽容的 这是AP的学分 4分以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呢 IB这边呢 如果IB的考试16和7以上 以上就是8了 就这些成绩 他都是接受成为大学学分的 然后转学的学分呢 第一年可以接受 32个转学的学分 那大学课程这边 一般就是3分到4分是一门课 如果能接受这么多的转学分 那就非常有利于学生 再修第二个学位 或者是后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本硕 本硕连读的项目 就是接受转学分以后 对于深造更深的项目 会很有帮助 对于高中课程的要求呢 这是英语4年 社会科学3到4年 数学3到4年 这个是实验室类的科学 像化学啊 物理学啊 这样的 代实验室堂3到4年 还有外语呢 3到4年 就是这是他 他希望看到这个学生的 学术能力的一个要求 这张表呢 是我们每次都讲的 这个Common Dataset上面 也是大学网站公布的 他怎么样去考量学生 哪些是重要的 这边是考量的因素 这边是非常重要 重要 考虑或者不考虑 那么NYU的录取呢 他非常看重 这个学生 在高中课程是否 take男的课程 然后排名 GPA 标划成绩 在申请文书 他算是重要 推荐系也是重要 就是他这些都是要求的 一个数学老师 一个文科类老师推荐系 以及Counsel的推荐 在飞学书类呢 他最看重的是这个叫做特长和能力 然后也会非常看重 这个也会觉得这个学生的课外活动啊 和他这个性格品质啊 是重要的 然后这些呢都是他会consider 他不去考虑的就是 因为他是私立大学啊 他不会考虑 本州居民 他也不去考虑你学生的宗教信仰 2020年的新生录取情况 纽维大学就是 这是去年的申请啊 他算是very difficult 算是非常困难级别的 总录取率是16% 那去年申请人数是8万多 也就是2020年的申请啊 2021年今年的申请 已经出来已经超过10万了 就是他每年都是 非常高的增长率 后补上面呢 这个学校没有公布 所以他这是他录取的人数 报道的人数 报道学生里头还包括了 转学来的学生 就是要上纽约大学 其实转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路径 64%的学生 递交了SAT成绩 27%的学生 递交了ACT的成绩 这是他的成绩分布 就是在这个将近 1400到这个1500多的区间 这是大部分成绩 然后ACT方面 当然了 就是去年的这个 也就是说 2021年入学 以及2022年秋季入学的 这些新生呢 都不需要提交这个 ACT和ACT 由于去年 大家知道这个 疫情的原因 很多标划考试地方 都取消了 所以他就是继续沿用 说今年你申请NYU 也可以不提交 ACT的成绩 新生的学术分布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非常高的GPA 对吧 就是90%以上 基本上都已经在 他的平均成绩3.71 就是都是在每个学校 都是非常优秀的 学术强的学生 对这边是他的一个 就是标划考试的中间分数 对 毕业生呢 本科毕业以后 88%的学生 在六个月内都能够找到工作 起薪是接近六万五 剩下12%的学生呢 他们去这个研究生院 去学研究生院的 有1%的去学商科 70%是法学院 5%是文理科类的 然后40%是学了医学院 4%是教育 因为在美国 教育实际上 在研究生级别 才能够有这个 更好的就业的方向 所以教育还是要 读这个研究生院的 其他类的 他的学费 是这个五万 将近五万五 然后住宿费 加起来是 七万八千多的总费用 看一下这个 新生的 种族分布 白人族裔占了32% 亚裔是 23.9% 拉美裔20% 非洲裔10% 多种族裔的 然后呢 国际学生比例 也是蛮高的 就是21%了 大家可以 如果来过前几周的 可以看到 他的学生分布 其实挺平均的 就是没有 有的学校 就是白人族裔 会更高一些 这边是看起来 都是非常 非常多样化的 一个学校 那这是 2020年的 全球排名 它是在这个 US News 在2020年的时候 它评比 是在 全球排在了 第28名 就是综合 Best Global University 全球最好大学 然后在这个 探务室高等教育上面呢 它是 全世界排名 是排在 综合排名 是第26 这些就是 他的一些 学校的一些 基本的数据 那么我们看一下 US News排名 这个US News 排名 我们也讲了很多次 大家参考了 17个因素 来排这个 综合大学的排名 NYU在全美 2021年排名是 第30名 在退伍精人 最佳大学中呢 它是并列第13 性价比最好 是排在第66 最继创新力 也排进了前30 然后它是 最佳海外学习 是排在第2 是非常好的 海外学习项目 那么这是一个 作为参考 我把这个 前35名的学校 都列出来了 是这个排在第1的 像这些 我们下周也会讲的 学校 一些藤校 都是完全都是 实力非常强的学校 NYU排在第30名 然后按照专业 专业科 专业科目来排名呢 它的商学院 是排在第5 包括这个 会计排在了第10名 商业分析 是第9名 然后金融 是排在第2 国际商业是第3 管理是第6 然后像市场 排在第3 然后这个房地产 排在第3 那这边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 有个全美大学 本科商学院的排名 那这个排名呢 也是 NNS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他们在2020年的 春季和夏季 做的这么一个 调查问卷式的排名 那当时呢 根据他这个解释 是当时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给全美的 511所 就是有资质的 这样大学的 这个商学院 发出了问卷 然后呢 基本上是 每个 每个学院是 有一名 是他的 Dean 是他的系主任 一名是 一个非常有名的 Faculty教师 来评估 就是叫Peer Review 来评估 他们所熟知的 这些商学院 评分是1到5 1就是 5是最好 1就是Marginal 然后呢 大概有52%的回复率 所以这个也是 算业内的 一个口碑的排名 那排在第一名呢 是宾大的这个 Warden商学院 第二名是 MIT的Sloan商学院 第三名是 Berkeley的Hass商学院 然后第 并列第三 Michigan Anabur的 Michigan Ross商学院 然后第五名是 NYU的Stern商学院 并列第五的 有这个 UT Austin 的这个商学院 UT Austin 其实和这个 我们的 UC Berkeley UCLA其实 是一个级别的 是大U 是就是 德州的大U 功力大U 然后并列 第七名并列的是 有Connickie Mellon的 Tapper商学院 以及 Connor的 Johnson商学院 以及这个 UNC 这是在 北卡的 商学院 UNC Chapel Hill 和UVA的 Danton商学院 这就是 十个 就是全美 最有名的 本科的 商学院 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呢 就是 我每次都会 放一些那个 我到这些城市 或者是 仿校的照片 像纽约的 自由女神像啊 非常美丽的 港口风景啊 还有就是 在这个 华尔街那儿 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 这个标志华尔街的 公牛 白天就是 人上人海要 要去拍照 晚上呢 也会有人 趴在上面拍照 那这个是在 时报广场 Time Square的 大屏幕 它有非常好的 这个海景 就是 然后这边是 第五大道上的 Castillo 非常有名的 一个建筑 这是洛克菲勒中心 然后这个就是 大都会博物馆 我去参观过 然后这个是第二层 在这个 第二层的一周 都是有咱们 中国的一些 非常珍贵的瓷器啊 艺术品的展出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纽约大学的 本科学生们 最爱学什么 学的最多的呢 第一个 头三名 是世界艺术 社会科学 这是让 Social Sciences 和这个商科 特别是市场 这个基本上就占了 百分之 四十四的学生了 然后呢 下面就是 他的这个 文理科通识教育 以及这个 卫生健康相关的 这些项目 还有计算机科学 传媒 心理学 生物和生命科学 工科 这都是从这些表里 就是他的CDC 他的数据公布出来 数学 英语 然后这些物理科学 以及这个教育和历史 就这些都是 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是非常实用的 一些学科 我们下面几页呢 就是详细介绍一下 他最有名的一些 本科学院 第一个是这个 Stern商学院 这个商学院呢 他的学生 非常优秀 师资力量 极其强大 本科学生 有2800多名 然后还有这个 MBA 硕士的 600多名 还有这个 EMBA 就是以及这些 硕士学位 师资呢 是 是这个 418位 下面就是 他的一些排名 在本科里面呢 我们最关心的 就是他有哪些 本科学位 像这个 BS in Business 商科学位 有13个专业 我简单讲一下 13个专业 就包括了像会计 像这个 Accounting Business Analysis 中文吧 会计 商业分析 创业 金融 国际商业 保险和这个 风险管理 信息管理系统 市场 以及这个 产品管理和运营管理 还有这个定量分析 房地产 还包括这个 Supply Chain 对吧 就是整个的这个 运输和这个 运输方面的一些研究 就这个是他的 商科的学位里面 下面具体的一些专业 第二个呢 他叫做 BS in Business Political Economics 这个商业和政治经济学位呢 他是一个全球范围的 这样一个学位 然后他要求学生 要有两个学期呢 一定是在这个海外学校学习的 就不光是你了解美国的商业 还要了解 世界其他国家的 像欧洲的 亚洲的 他都有那个 学习的地方 比如像 伦敦 西班牙的马德里 还有这个意大利的 Florence 都有他的校区 那第三个呢 叫做 Business 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就是商业技术和创新学位 那这个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 是个STEM 就是叫做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 所以他是 他是把这个 这个商业和这个技术 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学位 第四个呢 他是叫做 会计 而且他提供这个 四年加一个暑期 就通过这样的时间段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 MS 就是会计硕士学位 对吧 然后这个是 确实是 非常有价值 非常实用的一个学位 尤其是他的会计项目 在全美 是排在 Top 10 最后一个学位呢 叫做 他是一个双学位 就是 Business BFA in Filming and Television 也就是 这个 这个学位呢 他是 在Stars商学院 和这个 Tish 艺术学院 结合来修的 五年的时间 你可以修两个学位 就为那些要进入这个 娱乐行业 电影行业的人们 来做准备的 所以他是BFA和BS 两个学位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讲一下 他的 Tish School of Arts 纽约大学的 Tish 是非常有名的 艺术学院 他分为三个 具体的 就是 第一个叫做 Performing Arts 就是表演艺术学院 他主要是有这个 舞蹈啊 戏剧啊 以及这个 综合艺术 以及表演艺术的研究 那第二个呢 是电影和电视学院 就是 他主要是有这个 电影的研究 以及这个 编写剧本呢 以及 电影的拍摄和这个电视 第三个 他叫做 新兴媒体研究所 就是这个 这个学院呢 主要是有一些 就是研究这个 音乐 音乐行业 以及 多媒体行业的研究 就是这些都是可以拿到叫 BFA 艺术学士学位的 那么下面就是 今年最著名的 这个 电影学院的校友呢 就是 叫做 Claue Zhao 她是赵婷 拿到了这个 奥斯卡的 电影奖 他拿 其实上 他们拿到了三个奖 一个是最佳电影奖 一个最佳导演奖 还有最佳女演员奖 就是这部电影 所以就是 今年在这个 纽大的网站上 都是有很多关于 赵婷的信息 这是他的三大学院 纽约大学的 文理科教育 文理科教育 是纽约大学的核心 然后他主要是通过 三大学院来提供学位的 第一个叫做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叫CAS文理学院 那他 主要有这个 文理科类的学院 之外呢 他还有 一个叫做 Pre-Professional Program 就是给未来要上 这个医学院法学院 和商学院的学生们 做预备的 还包括这个 五年的本硕 联读的一些项目 就是有在这个 人文啊 教育啊 和这个 公共政策 这方面的 那第二个呢 叫做 Liberal Studies 在这个 还有他的最有名的 叫做Global Liberal Studies 就是个国际文理学士 以及这个双学位 本硕联读的项目 那在这个 通识教育的 这个文理科呢 他要求是说 第一年呢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纽约大学的 这些 叫国际网络里面的 一些中心 或者分校上课 然后呢 从第二年开始呢 你就可以 确定一些专业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说 这个学位 它的那些选修课呢 你可以用来去 修第二个专业 就是它保证了 上完这个四年以后呢 学生们 不仅有这个学位 还有一个其他的 主科或者副科的学位 以及便利未来的本硕联读的 这样一个 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基础 在这里 纽约有个叫NYU Times NYU的这个项目呢 它是专门给提供给 文理学院 和这个 国际文理学院 以及 攀顿工程学院的学生们 一个机会 就是说你毕业以后呢 两到五年之后 有工作经验呢 就可以直接被录取到 这个Stern商学院的 MBA项目 那MBA项目 就是在Stern的MBA 是全美非常有名的商学院 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那么如果是 NYU大学的本科生 如果是成绩 非常优秀的学生 他们可以直接录取到 就是这个 这个项目里面来 而且还可以得到 一万美金的奖学金 第三个学院 就是文理科研究院 这研究院呢 主要是有 这个硕士 和一些博士的学位 这个就是 西班牙和这个伦敦的 一些照片 就是它特别强调的是说 学生要在 世界 世界范围内去学习 下面这个叫做 Stanhart文化教育 人类发展学院 那这个学院呢 是美国第一所 在大学里开办的 相当于师范学院 它是把教育传媒 健康和艺术 融合为 社会变革教育的核心 这里有这个本科的研究生 和博士学位的 一些项目 这个学院有11个系 有教育 心理 传媒 艺术 健康领域的 然后有一百多个 这个博士生 研究生的学位 这个学院还负责 开设这个高中生的 一些学习项目 有这个高中的 艺术项目 音乐项目 以及这个 它叫care lab 就是职业的 一些实验室 职业项目实验室 还有继续教育的 一些项目 包括这个 就是每年都有这个 gift tip 就是12个老师 给他们 给他们培训的一个 叫gift tip的项目 这是在 就是所有的学院的学生 都可以去 这个上海的纽约去学习 或者是到这个 欧洲的学院去学习 Tandon工程学院 这个学院有11个系 有这些就是15个 本科的学位项目 有34个研究生的 学位项目 97%的学生 毕列马上都能找到工作 6个月之内找到工作 它有2700多名本科生 3500多名研究生 然后呢 这个学院的项目 在全美的线上 硕士项目 它是排名第11 然后这个是计算机 信息和技术项目 线上的这个硕士项目 它是排名第6 然后呢 Princet Review 做了一个 叫做Dream School的 就是给高中生们说 你的理想校是哪里 这个Tandon上选 排名是第4 然后这个学院呢 大量的提供 给这个初创公司的支持 帮助他们筹集资金 然后有30多家 这个就是从这个学院 发起的叫做Future Lab 被公司收购 收购总价值非常高 这个是丹顿商学院 它是坐落在这个布鲁克林 的科技 高科技三角区 在那里有1300多家公司 像这些初创公司 可能很多人 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 但是他们也是 就是非常看好 可以上市的公司 然后这些公司 雇用了17000多名员工 那这就是丹顿 工程学院的 开始的一些项目 像有AI实验室 像有纽约州立 科创部赞助的 通信技术中心 还有一些跨学科的 城市科学发展中心 城市智慧交通系统 创新发明研究所 国际创新预备中心 然后多媒体实验室 网络安全研究中心 可视化数据分析中心 也就是说这个丹顿学院 有很多前沿的 以及非常实用的一些 科研单位 那么纽约大学最著名的 就是它的海外学习机会 每个学生呢 可以有一个学期 或者一年 来选择在纽约大学 在全球的15个校园去学习 他们能够结识新朋友 并且体验新的文化 就是这些就是它列下来的 所有的这些校区 欧洲的 亚洲的 非洲的都有 也就是说 小部分的学生呢 就可以在纽约的 纽约大学 本土外的那些地方 开始大一的学习 其他学生呢 从大二大三开始 就有资格到海外的 纽大校园去留学 海外学习的优势呢 包括可以建立良好的 外国语言能力 然后像这些 布拉格呀 欧洲的一些艺术探索呀 成为未来的领袖 这些 包括在实习期间 在学习期间做实习生 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机会 提供给学生们 纽约大学的校园文化 是丰富多彩的 他们一共有 三百多个俱乐部 这些都是 他们开展的一些 这个 学生的活动 有丰富的文化 艺术和娱乐的活动 学生可以参加这些委员会 来组织这个 不管是音乐呀 艺术啊 和市场啊 各种各样的活动 然后这是 他的一些传统活动 因为这个大学也是 非常有传统的一些活动 一些活动的照片 那么这张是一个总结性的 就是说 今年年初呢 纽约大学 已经收到了超过 十万份的本科新生的 入学申请 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 在这个 Common Apps大学申请系统里的呢 它是唯一一所申请者 算总申请入 百分之十以上的 这个大学 就说在这个系统里 申请大学的 纽约 申请纽约大学 占到百分之十以上 它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 多样化的指标 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申请人呢 它是第一代大学生 百分之二十二以上 来自少数族裔 还有美国这些原住民啊 阿拉斯加这些地区的 显速增加 非洲裔的学生 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 拉丁裔学生 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 国际学生 已经超过了 两万两千名国际学生申请 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 然后在这个ED早申请 NYU收到了创纪录的 这个一万七千多份早申请的 早申请就说 这些学生非常希望录取 就是如果NYU录了 他就会回绝 其他一些学校的这个申请 在2021年秋季 早决定 就是ED的比例 比202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就是相信 我们今天介绍了纽约大学 以及纽约大学周边的 这些良好的 非常优秀的机会 家长们 同学们可能有答案说 为什么要选择纽约大学 好的 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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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